这对姐妹异常凶狠 她们能假装温柔 趁机咬断男人脖子上的血管 还会潜到男人家里搞偷袭 然后协作复仇 用生锈铁钉制作蓝牙棒 送男人一套五九八 让她很好家 暴力女孩名叫大花 有个义父义母的双胞胎妹妹小雅 上帝给她们打开貌米的门 就会关上智商的窗 这扇窗关的有多严呢 下面请欣赏俩美女餐厅遇到搭讪 被人带回家折磨 最后复仇的套路 她们上了贼车 被带到偏远的农场 小伙的母亲看到不要钱的女孩 瞬间两眼放光 毫不知情的女孩 以为这是对她们的喜爱 随后便开心地吃着陌生人的饭 很快俩人就开始犯迷糊 一旁的大妈诡异地盯着她们 女孩这才意识到被吓药了 她们踉强着打算离开这里 刚出门就晕倒了 守在门外的两兄弟 将她们扛了回去 醒来时 她们发现被关在集装箱里 手上还扣着锁链 不会被嘎腰子吧 她们大声呼救 可深山野灵根本没人出料 之前搭讪她们的小伙 举着枪走了过来 很明显她们被囚禁了 接着不断有陌生男人出现 她们被迫营业 根本逃不掉 集装箱内小雅哭泣着 恳求男人救她出去 男人非但没有丝毫动容 反而被激起欲望 她无耻地往小雅腹部 烫了印记 痛苦的惨叫 让外面的大花后悔不已 她们不该轻信陌生人 突然来了个头戴 猪头面具的狠人 女孩记下了 她手臂上的十字纹身 她看到女人挣扎 兴奋地发出猪叫 然后使劲秀了秀 嗯嗯 很满意 小雅再次被推进集装箱 一分钟后 集装箱的门打开了 小雅被扣上猪头面具 她满溃了 两人开始计划逃离这里 这不机会来了 卷毛独自一人 看管姐妹俩 大花主动出击 寒情默默地走到卷毛面前 找准机会 一口撕裂她的大动脉 找到钥匙 打开锁链 他们的复仇要开始了 两人赶到超市 买了钢钉 斧头 麻绳 棒球棍等工具 从老板那里 得知几人的地址后 他们先躲进小伙叔叔家里 丢出钢钉网球 然后一个又一个地持续输出 直接把男人砸晕 他被绑在桌子上 不停地哀求女孩原谅 但彼时的屈辱 让他们直接下了狠水 还翻出男人的手枪 接着找到猪头男 这个混蛋竟然还是个教父 小雅手持棒球棍 单枪匹马来到教堂 猪头男非常嚣张 难道你还想被折磨 也不知道他哪来的自信 I have BFF 彭 哎呀 前辈俩把他绑到车尾 拖行了五公里 这一下你总该没力气得死了吧 此刻他还偏执地认为 自己水火不侵 大花可不想听他废话 直接朝他泼了桶汽油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下一个轮到这个胖子了 他正在心上刚绑来的女孩 小雅举起棍子 咣当一下 胖子被绑了起来 他刚要求饶 却被一枪带走 现在只剩下那两兄弟 和他们的母亲 姐妹俩以棋人之道 还着棋人之身 他再次醒来时 同样被捆在椅子上 不同的是 他要接受心跳 他的儿子被吊起来 跪在书上 大花踢翻书 男摔在地上 原来绳子并没有锁死 他们就想让大妈心跳加速 看着大妈恳求的神态 小雅举起棒球棍 一下又一下 把醉魁祸首的脑袋 瞧成肉鸣 轮到另一个儿子了 他们威胁男人 让他亲手解决掉 自己的母亲 男人怂了 小雅并没有打算放过他 直接和他虽不败 真一下 只剩下黑心老大妈 大花举起除草筋 让恶贯满营的他 死得其所 所以说 女孩子在外面 千万不要随意和人搭讪 也许跟你说话的 不是高富帅 很可能是想带你 进狼穴的恶魔 对我来说